啊 还是很稳 这个选手没打过前面的周中赛的 季后赛直接上来 CMS的车 这里两个枪在扫他 两个联军 也准啊 一个大炮 一个迷你 是的 这应该是港 我看傅外面也没有说要去补的意思 可能要过去尝试性的丢雷 我看到小鹿有一个枪线 小鹿这个位置应该刚好可以补到 他跟这个队友这里 还是有一点小鹿 小鹏这里应该是为了 这么近 这你不得 哇 差一点 还被反杀 其实林树这个下车 好好有补枪 只是被 林树还是被一梭子摁死了 对 这没办法的 就林树下车已经很帅了 直接给了一枪头 是的 牛海皮其实想要在圈边进 17是 四人在一个枫叶树南边的这个甲车库里面 由于 耀眼想兜一下强度的 兜不了一点 是的 你四个人抱团在这里 确实兜不了一点 以现在时期的手感来说的话 一楼两个二楼两个怎么都 嗯 南边还是很挤 虽然现成还在圈内 哦 这在车上就打下来一个 HQ这波贴房 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因为CCG已经圆均已经在路上了 但只是来此 啊 远点 插插路的枪线 索菲亚又倒了 哦 山上看这个位置还是看的蛮爽的 那你下斜坡 你小童的位置 小童绕一个背声 听到了 听到了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嗯 混烟去了 那这样小童没办法 他必须处理这个人啊 是的 他位置已经漏了 不可能再绕了 捕了颗烟先让自己撤 但是屁股被打了 还好没倒 哦 这样HQ要排他了 小童很难受 嗯 这条反坡被道具押得非常困难 是的 已经被锁死 白龙马那边有发挥 但这次肯定要把眼前的事情先解决了才行 对对 靠队友的暴点 他跟四月打一个抱团 还有秦皇靴 打闪自己亲 但人已经绕出来了 白龙马 祭司在跑位 1.2 不是没机会 大闪摆两个 远点又是叉叉鹿 只能抱着下坡打 小福人 踩上大福人的人 其实成功了 但是没办法HQ有多一个人 他是被叉叉鹿逼的没办法了 是啊 不然头被他打烂了 那很有可能会 踩一个炮楼就完事了 因为两边以炮楼为界嘛 SMS要硬往里面去砸fork 已经被接下来直升小拳子 卡住了 完了 卡住 这太惨了 一支队伍收一分 嗯 嗯 这个伐木场里面 有 这个 检员 持续的机会 也不排除PRO可能会劝 好 这里我看到H已经 路过了 先往里面扎 扎到了悟空的包围圈 这辆车一拉过来 马美丽不会放过他的 这里 但是张德胜的一个出枪 直接把小虎给放倒 把小虎放倒了以后 看能补吗 现在主要战场是在东南部吧 对 New Happy的决策很重要 在这个圈形里 速九击倒RBS RBS是进圈找点的 嗯 柠檬被击倒了 这个二楼 些许透风 所以他要把这种边缘的位置卡干净 哦 柠檬还在爬 速九稳稳地收下这一分 嗯 哦 DT又被打了一个 因为他又往 刚才DDT和FM中间去 靠了一下 蹭了一下 是的 这根线 只剩一个毒狼了 嗯 New Happy一直在 站一边等机会 元帅在架枪 让队友送去近一点 HQ 这个时候FM跟DDT向同一阵线 不管你左边还是右边 都不可能进入到他那个设计 嗯 是的 New Happy其实一直在等 在等一个劝调的机会 但没等到 STJ看到天马导人的信息后 确定两个人就在身上 嗯 直接来到近点 抓了一个龙斯科丢道具的Hemi 小二月被洗离波头 泡泡是一把AK 只剩泡泡一个了 最后一个 但是DDT看到一个信息以后 也会往这边来蹭的 是的 其实CT刚才会合 是放出了一个防驱 但这个时候没有人观察到 嗯 那个防驱一时半会看不到 感觉FM有可能会接手这个防驱的 对的 往里一点点排点 嗯 波波也被太空人的一颗狩猎给打掉了 那现在北边的IBS 对伐木场有想法啊 泡泡想换一个点位 但是过程中DDT的枪线实在太多了 终究没能逃过 呃 就悟空也发现他们了 实气也发现了 所以两支队伍并没有在这个圈线里面有摩擦 反而都是一视在卡派 是啊 DDT这个时候导人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嗯 DDT选择去贴了 毒星星应该很明确的 全是他自己打的 就是DDT的简缘啊 哎 今天的DDT打的就很奔放啊 是啊 这个其实是他们之前BOSS训练营的那种感觉 哇 小佐是干拉过点 这个是真没办法 这是被迫干拉和主动干拉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所以要进圈吗 这个终究没办法 他要规避17的这个上坡的枪线 是的 但17找了一波机会 把刚才放枪的柏梁直接给打掉 这个时候扣扣远点枪线 我觉得没有太大帮助啊 一颗烟就把它封住了 嗯 嗯 黄之龙再扶小佐 但自己的位置同样被锁着 而且五阶段篮圈章实在太高了 马上就要没过来了 小佐只能被动往前走 有没有打血的机会 没有 另外一边 RBS 哇 宿九本来想pick的第二波打了半血 二楼已经被拿下了 宿九的位置 实际想要去打西边的时候 RBS来了 那这身也会有危险 是的 拳鞋也给了北边 17这波如果能走下来 还有分 嗯 现在应该可以确定 就在炮罗附近看到人了 哎没看到小北 没看到燕凤 是的 刚才那个余光直接突破了 他副标转向了十九 哇 好稳 这个红点 百米压枪 是的 要去救一下宿九 上来救九哥 哎 许生手上有没有雷啊 其实这个时候二楼是 有有有有有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人上去了 对我 正常情况都会扔雷的 听到东西进来 但是他们是在小房间扶的 扶倒了 不过时间还够 时间还够 还有20多秒能扶 许生扔过这个雷之后 他的位置暴露了 应该是不好再扔第二颗雷的 这个时候 一颗雷丢进去42点血 没雷了 小北洋打散往里面压了 抓里波timing 许生已经看到了被全白 小北洋进去打人了 摇射 但是许生提点强 是的 许生这关应该是听到 也不能说是听到吧 就是感觉 要冲进来了 小虎的雷 小虎的雷出了效果 李高斯被炸倒 十七剩下两个人 被锁在了一楼跟二楼 这个炮楼太拖了这一战 苏九 苏九把小虎秒掉 苏九这个楼 小虎的手捧雷 把自己补掉了 是的 他这个楼 直接去接手了一波残局 CTG的防御区 看那条反坡是一览无余的 是的 巨爽 这个时候FM也腾出手来了 他也可以关注到北边的战况 然后天路是从左下拉到了右下 是的 因为十七 但Coco那边倒了正面火力 马美丽还够吗 一楼实在站不住了 因为FM会直接架住他这个出口 对的 苏九很难再出去了 好在这个炮楼还在单身区内 这不久撑了很久 终于还是把外面架他的马美丽给击倒了 对的洗头了 那这一分能不能拿得到 没有伤害性道具了 很恐怖 但是 哦他下来了 他下来了 下两场马美丽 这个枪值 哎呀这真没办法 但是分没给 被篮圈收了 嗯 哇这三支队伍的分差也太近了吧 妈美丽还在努力的爬 然后被小鹿发现 嗯 又拿一分 是的 八个淘汰了 这个残局啊 四四一二 嗯 他们去清博梁 小海被闪 一把AUG也直接顶脸要射 OK OK没问题 但问题是 还有两个人 这个场面有点不太对啊 你看这个人数 怎么还有很大 被闪了 哇这个闪光弹也太关键了 打闪轻人 同时 同时CDG 在依宇在侧面的一个出手 是的 也就是说其实天路本来想是两个队伍我都摸一手 张海插一丝就倒了 CDG也要往前压了 CDG没有什么延期了 没有贿赂 我擦到路被篮圈给带倒了 上面打了一个 海外冲上来了 就玉玉 哇玉玉打这个 哦 三门应该没有机会了